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这一场聚焦智慧制造的现场研讨会 那主题的话我们今天会focus在企业决策平台 那企业决策平台的话我们先简单一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可以去整合跨平台的资料 去把这些资料统合成为有效的资讯 来辅助我们进行决策 要提到什么是企业决策平台 那首先我想要先说的是 数据有指出在2019年的话 把全球的整个数位转型的这个支出 是高达1.25兆的美元 那所谓数位转型就是指说 以前我们都是可能用人工开始记录 然后后续人工也是进行决策 但是我们目前就是不管是制造业 或是交通运输或是零售业等等 大家都开始去投入这样的资金去做数位转型 也就是把原本可能资本化的作业 不管是流程上或是记录上 我们都把它数位化用系统去取代 那像制造业的话我们就开始转型 于是智慧制造这样子的名词 这样的改造方案就开始跑出来 那像交通运输物流业 我们就会focus在所谓的供应链优化 要怎么样把每一个节点的这些的资源 最大的利用 那像零售业在数位转型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要去符合各种不同同路的商务等等 所以其实这三个不同的产业他们都已经花费相当高的比例在做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数位转型的话其实我们大致上是可以分成四大个步骤 那第一个的话是所谓我们商业策略的转型 因为其实现在的市场已经不再是我推出最便宜的产品 我就可以取得这样市场最大的市占率 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不管我是跟供应商或是跟我的end user 我们都并不是在单一的 我卖一个东西给他 我赚了这个利润 我就不管了 而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 更广泛然后更长期的这样子的顾客的关系消费者经验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讲到数位化转型 我们的重点就是在利用我们的数位工具做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我们内部的管理 怎么样把内部的资源 所有的资讯可以透明化 然后让我们有最有效的利用 那另外的话就是针对我的客户需求 可以去做一个追踪以及及时的反馈 那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有更多的资讯 去做系统化的调整跟优化 我们才有办法去 像我们数位专业导入之后呢 我们才会把我们的效率整体提升 那把原本很多透过人去收集资料 透过人去整理 然后整理报表 然后去做决策 前面这些时间把它省下来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省下来的成本 投入到我们的可能行销 或是研发等等的预算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更符合市场需求 然后更快速了解客户要什么 然后去投入我们这个多变的市场 那投入之后 当然市场我们就可以回馈一页额 就会达成我们一个比较健康的循环经济 那第二个数位转型的第二个步骤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技术蓝图规划 也就是我们已经想好了 我们要去做这样子的数位转型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现行资讯的产业其实越来越发达 然后各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推出 但是所谓在市场上面的龙头 他们是因为因应用了最新的技术 所以成功吗 其实并不是 而是他们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去做整合 所以包含了像有些是利用资讯系统 像是我们最常听到的ERP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CRM 然后工厂制造业用MES系统等等 那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再更新一点的 在行动应用相关的技术 那或者是我们服务上面 也会有一些更多的创新 这些东西我们都开始用系统面 等于说我们资料都是累积到 某一个单一的系统里面 去做这样子的有效的管理 那最后的话 我们就会使用到相关的分析工具 其实他就是去看出 我目前的这些资料 然后我们去做所谓的商业分析应用 也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 就是BI的部分 也就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么多 这么繁杂的资料变成我要的资讯 所以第三个步骤 我们就会进到数位 数位转型的第三个步骤 就是我们的数据去创造我们所谓的价值 也就是我们在 已经建立好这么多不同的系统 去收集到我们这些要的资料之后 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去建立 我们具有商业敏感度的这个数据决策框架 也就是到底哪些的要点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比方说我今天制造业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 客户下来需要的交货期是缩短的 那我要怎么样子去符合这样子的需求 就是我的资料已经够知道 我交货的时间点要在什么时候 那我反推我接单到我生产 跟我产人所有的资源这些都知道之后 我才有办法去建立一个 所谓符合我自己要的 这些关键参数的数据框架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建模的概念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数据 从我们可以看得到 单纯我们报表上面的数据 它可以变成辅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决策 那我们最重要的话其实就是要达到 我们把这些资料累积起来之后 就是要去检视我们的客户 就是刚提到 不管是我的供应商或者是我的end user 甚至是说我今天企业内部的每一个人 他们为我付出的这些的员工 他们在我的所有的流程上面 这些的利害关系人 我都可以清楚知道 我现在人在哪一个节点上面 比方说我今天是供应商 那我可以去知道说 我今天下游的客户 大概什么时候会需要跟我交货 这些资讯如果我们可以流通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商业流程 更加的顺畅 那或者是说以我们制造业内部好了 我今天业务想要接单嘛 因为老板当然希望我们创造更多利润 但是开始接单的时候 接了这个集单 到底来不来得及交货 其实我们就是要再去看 我后面这边工厂的 现在才能负荷多少 我的物料够不够充足 这些资讯我要知道 我才可以去做最好的判断跟决策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数据 已经够透明化之后 大家都可以快速的了解我的运作状况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的数据 去做这样辅助的决策 甚至是及时要去做什么样的调整 跟修正等等 所以等我们把这个流程建立起来 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非常清楚 现在的流程是数据化智能化之后这个流程 那我们再累积更多更大量的资料之后 我们才会就类似AI建模的概念 我们知道了更多的资料 我们不断的去做调整 我们才可以去累积属于我们自己 这家公司的自己的BI 那我们去产生我们对应要怎么样去做我们的商业策略 跟下一步的进行 那数位转型第四个步骤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相对应的人力资源 然后跟后面数位变革 那这个我就不在这边先赘述 所以我们先讲到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决策平台 其实决策平台的话概念是这样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我在企业 我在工厂内有太多太多独立出来的系统 我采购自己用的是一套系统 我的制造自己用的是一套系统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在这个场域内工作 我们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要怎么样把这些资讯统整在一起 就是我在这个底层有不同的资料层 包含了各个系统的自己的资料库 或者是我有单一像是Excel 我们用自己人工去做记录 做统整的Excel档案 或者是文字档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做一个整合 这个就是我们决策平台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整合完之后 第一个我们会进到的是应用层 应用层的话就是包含了 我们要去符合我们现场要的 有一些报表 像我们现场的话 其实都会用到不同 比方说制造相关的有一些是报表 或是我采购相关 有自己的报表要产出 那这些我就是把我的Rodata 抓过来之后 透过我要的条件去做筛选 然后可以去做这样的呈现 这是我第一个应用层 那再来的话进到下一个是所谓的展示层 现在其实各行各业不只是制造业 大家都在推所谓的战请式 战请式就是我们真的像要去打仗的时候 我在最高层的人 我不需要知道说每一个最底下的人 现在剩余的可能弹药是多少 或是他剩余的体力是多少 但是我要知道的是更整体化 对我来说的指标 比方说我今天整个军队已经往前的多少 我还有多少领土尚未被占领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战请式的话 我们就是要放所谓的战请看板 战请看板就是我要把最重要的关键指标 我们的KPI放在最上面 当我发现我的KPI并没有达标的时候 我再透过点选或是其他方式 去让我资讯可以下到下一层 知道找到问题在哪里 因为我最high level的人 其实我就是需要及时去知道我现在的现况 但是我又不需要知道太细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顾问可以提供的know how 也就是我怎么样把这几个系统最底层的资料 同整成客户需要的这样子的模式展示出来 好那所以我们决策平台的话其实 我们最开始标题就有提到 我们这个是所谓的企业决策平台 因为它只要是不同的系统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跨平台去做整合 那我这边这个范例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聚焦在智慧制造 所以我这边讲的其实就是以制造业来说 我们从第一部ERP这边系统 我们业务去接单的时候 在ERP系统上面去做建立 然后顺便去看目前的物料剩余等等的这样的资讯 那再来下一步的话 假设说我今天料不够了 我就会透过SCM系统跟供应商这边去了解说 我现在跟哪一个供应商叫料会来得及 去做这样备料的动作 那备料完成之后 我还会有另外一个叫WMS系统 也就是我仓储的部分 我人员去仓库这边领料的时候 透过自动仓储系统这边配合 做发料的动作 那领完料之后进到现场 我用MES系统去管理我的生产 在每一个站点的进站出站爆工等等 这些详细的资讯 那再来我在现场生产的时候一定有设备嘛 那设备不管是串线的或是单机的 他们都会有一些执行的时候 会有一些所谓的生产参数 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控制器 他们有一些动作的 我们需要去监控 甚至是我们的机台状况等等 这些数据我们都需要知道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透过决策平台 把这里每一个五个不同系统的资料 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 即使我今天只是业务在最前头 我也知道我后面剩余的资讯量 目前的资料是多少 剩余的资源量够不够 那我今天是制造现场的人 我也可以知道说 我接下来要做的东西 我是不是需要提前去做安排 或者是更明显的是 我今天透过一个现场的看板 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的机况如何 我不用再等说 现场的人过去发现设备坏掉了 然后我再去联络设备的人 设备的人再跟我说什么时候修好 我们如果把中间的资讯 直接串接起来 透过看板的方式呈现 不管在哪一个阶层的人 都可以知道我们现在 在哪一个位置上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